经文里面讲的 物得随心 所欲 亏负境界在人后院 物得随心 涅槃经营 常为心思 不为私心 这两句话怎么说法呢 黄年老有解释 该私心自用 那行人大事 古时候读书人 就怕犯这个错误 私心自用 孔子也说 别受苦 换为人死 孔子自己非常亲事 树而不足 幸而好苦 哪你敢成为 成人家老师 不敢 所以老师对学生 他什么态度 叫有甚 有是朋友 我们志同道 在一个期研究 学书 不敢讲指导 现在的话说 我们分享 都用平等的 预期 但是学生 对老师一定尊重 尊师 中道 为什么 尊师 是中道 而且也是 表发 给一般大众 做最好的朋友 老师 老师也要做最好的朋友 老师 情绪 你看看 孔子 对人多情绪 社家 对人多情绪 没有一丝毫 傲慢 提及 这是我们应当 学习的 因此 妄心 正是 生死根本 常为心思 不为死心 这个心是妄心 不是真心 真心 不会有这个念头 真真生人 他们有这个念头 妄心是 生死根本 所以 思辞 妄心 恰是 任贼 作词 主杀 作范 何能得识 这是 《楞严经》上 所说的 妄心是 妄心有念头 就是 有分别 有知足 那现在 我的看法 我的想法 你看看 没忘记我 我就是希望的 我们有了 真知 真知 真剑 就出现了 只要有 只要有个 我 麻烦就大了 这也是 佛法跟 世法 不相同的地方 佛法 佛法一入门 就把 就把 神剑 放下了 神剑 放下了 那个最隐秘的 后面 有 我剑 我剑 没放下 神剑 是 是 像 四象 里面的 我像 我像 放下了 那个 我剑 是什么呢 我剑 是 摩纳式的 根 那是 一根 所以 金刚经 前后两半部 清清楚楚 明白明白 前半部 放下 四象 后半部 放下 四肩 那你就晓得 金刚经 后半部 转八十 称四肢 那是什么境界 法身 菩萨 华严 粗诸以上 四十页 未有 法身 大死 前面 小城 粗口 就有了 刚刚 破四象 往后 越破 越显著 粗口 不再 值着 这个 神生活 神剑破了 同时 也不执着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全不执着了 叫破四象 这个功夫 前身 差别很大 如果 还有我剑 那就是 任贼 无辞 为此 楞严经常 他说说 错了 何宽 随心 任信 望 作 非为 那就大错 特错了 这是一件 任意现象 四十二章 经约 神 无形 如意 如意 不可信 与此 同志 跟这个意思完全一样 能不能相信 我所想的 我所见的 不可以 为什么 大臣教里面 佛说的很清楚 有念 就是忘念 真念 无念 连无念 也没有 有无念 都没有 这才叫正念 苦乐 两边都没有 才叫极乐 为什么 那是信 的 现前 没有 落在 意识里头 只要有 细微的 执着 就出不了 六道轮回 还有 细微的 分别 就不是 菩萨了 这个道理 总要晓得 那我们 想 回到我们 现前的 这个位置 我们怎么 修 跟你说 真话 就是一句 阿弥陀佛 念 到底 把我忘掉 不要 想到我 就是阿弥陀佛 念 久了 我 知 自然 没有了 这个 好啊 我 知 要是 念 掉了 你往生 极乐 世界 不是 神通 俱途 但 生方 便 有一 土 品位 大幅度 的 提升 什么时候 念 佛 念到 我 没有了 我 空 人 空 念到 这个境界了 这是方便 有余图 得 四 一心不乱 凡圣同居图 里面 得一心不乱 那是功夫 成品 这个很容易得到 人人都可以得到 得到功夫成品 往生自在了 往生有把握 想什么时候 走 争取得了 念头一动 阿弥陀佛 真来接你 因为什么 你没有咋念 你起心动念 跟六道 三上道 三卧道 都不相应 你的念头 全是阿弥陀佛 这比什么都要紧 而且我们都能做到的 做不到的 不谈 我们一定要能做到的 这才行 贡猛